来看看这间非常特别的咖啡厅 这里面的店员 清色都是超过7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 虽然他们的动作比较慢 有时候甚至还会忘记顾客的点单 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暖的人情味 原来这里是透过公益彩券的盈余补助 台北市的一间养护所 就把外观打造成了咖啡厅 每周日甚至都会提供免费的饮品 不只是让长者可以活动 也增加了他们和人群相处的机会 拉开嗓门热情招揽顾客 这间咖啡厅很不一样 店员清一色都是超过70岁的银髮长者 拿着手动磨斗机卖力的转呀转 虽然动作缓慢 比不上连锁咖啡厅的快速服务 却多了一份温暖的人情味 这间养护所借由公益彩券盈余补助 每个礼拜天提供民众免费的咖啡和饮料 其实背后有特别的用意 其实我们在磨咖啡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阻力 那这个阻力的话 其实也是训练到我们的激励的部分 有专业人员在一旁耐重要关键 刚刚我妈还在里面有跳舞 我想说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如果在一层不变的环境下面的话 他们可能慢慢慢慢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那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他们刺激不同的一个感官 透过和人群互动 长辈找回生命的价值 借由公益彩券盈余补助 台北市推动老人福利机构 友善社区服务 让这间养护所刷上亮丽星期 还在窗边设置咖啡坝 长辈们也活泼了起来 让大家看到机构长辈的不同面 不一样的面 活力的一面 那这个经费来源来自于公益彩券的盈余分配 非常感谢公益彩券 愿意协助我们小型机构来做这样子 对社区友善的方案 民众每购买一张彩券 都有部分盈余会补助到全台各地的社服单位 不只丰富长照服务 更拉近我们与长者的距离 东森财经新闻杨俊伟陈俊硕采访报导